人生是一場賽局 無論學業 交友 婚姻 職場 處處是國藝 唯有智慧是你真正的籌碼 唯有全民心攻略 給你鍛鍊籌碼的智慧 歡迎全國所有的好朋友 準時光臨全民心攻略 熟悉的諸子自家閣言 曾經提到過這個 一周一犯 當思來處不易 半師半履 恆念物力維艱 對吧 這句話大家很熟 另外一個俗話 江湖上流傳一句 謹謹守 黏黏有 那都在告訴我們 在持家 自家 事實上是要有方法 有態度的 大人的持家 自家之道 影響了後人的品德 信念和態度 今天我們特別為各位邀請到了 都是各個不同領域的達人 或者是一家之主 來分享一下他們智慧的自家理念 OK 一起來歡迎大家 歡迎 OK 介紹第一位 理財專家 盧彥麗 大家好 丁丁好 第二位美女律師 李怡真 大家好 藝術媽咪 范瑞菊 好酷喔 台灣桌球教父 蔣蓬龍 好酷喔 餐廳小喝 馬國斌 謝謝 八點檔老爸 馬力歐 大家好 來 我們先宣傳書籍 來 范瑞菊 好的 我要分享我的自家之道 其實非常的簡單 我覺得何樂為自家之本 再來就是想像力 有想像力的話就會有幽默感 有幽默感的家 我覺得這就是非常基本的一件事情 而且有了想像力就會充滿了希望 我最喜歡表演變成了一個繪本 是的 如何轉化呢 因為首先我自己當父母的 那我相信很多當父母的都知道 其實有時候小朋友 你跟他講大道理 那個東西很空泛 其實繪本是非常好的工具書 然後我們自己的真正就是表演 我也在想說 也許我們做到表演 有一點點的基礎 那要如何去分享這個表演給大家 那我覺得從小的基礎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想像力是很重要的 小孩子本來就有各個不同的面向 我相信當父母的人都知道 他有時候到學校去會非常的驚訝 那是你從來沒有見過的他 然後我覺得就是讓繪本 就讓小孩子認識自己 接受自己 然後慢慢的 也許也可以從繪本來引導小孩 就是說也許你有不同的面向 可是也許你可以在適當的場合 就像表演一樣 就像玩遊戲一樣的 可以展現你適當的面向 那這畢竟是一個社會群體的組合 那我覺得小孩子 也可以比較快的融入團體之中 希望可以對一些父母有幫助 也可以讓所有的人喜歡上表演這件事 非常好 掌聲鼓勵 非常好 我剛剛看了我們之前參賽的資料 我好感動喔 我們終於有一集 所有來賓平均年齡超過四十歲的 真的喔 這什麼好講的呢 對啊 台灣本來就是賣入老齡化的社會 我們一直以來都是老中青三代都有 最大跟最小會差到三十歲 不是 所以我們的題目出來那個提示 你很難 以為這提示有點針對 你就有一點年紀才才能出來 你知道嗎 如果說你這個節目要做得久的話 這邊要做無障礙空間 因為我們下次坐輪椅來 比較方便 你這個地方 就是坐個斜坡 不就有那個高低落差 要不要有人扶我們啊 對 麻煩一下好不好 體諒一下 還沒啦 還沒那麼快 你的行動沒那麼方便的時候 我們請你站在家看轉播就好 對不對 你這邊讓你斜坡 不會 不會的麻煩你來的 這麼不可散 一樣 請到最高層級的研究員 跟你說明這遊戲怎麼玩 注意事項 好不好 好 聽完就要上路了 知道嗎 好 來 賽上華女士請說明 量身打造的客製化體庫 達到月多的話 有一萬 三萬 五萬 十萬的大獎 而且我們的獎品呢 都是能夠讓你的家庭 更加合得的法寶喔 所以一定要好好努力 搶大獎了 我們就把時間交給 新好男人曾館長 是的 在這個充滿了 溫度的攝影棚裡面 我們即將進行了 非常慘烈的戰事 各位小心喔 準備進行我們今天的資格賽 好 來 第一個提示 請看五秒 好 來喔 挖礦 妳有什麼問題嗎 沒有啊 我習慣先按喔 挖礦喔 看到沒有 相忍畏國是你們 他在那邊又要忍 我跟你講 他忍不住啦 對啊 我們個性極嘛 挖礦妳想到什麼 比特幣 這個應該是 不好意思 我要出去答題了 但不一定是比特喔 也可能是比特犬喔 沒有啦 這一定是比特喔 你們答案三個字是不是 比特幣 比特幣答對了嗎 中本稱呼是誰 那個 比特幣的創始人 對 日本人 對 好啦 恭喜劉彥麗 盲進他的 九龍格公立賽 劉彥麗同學 來 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 不得了 妳就是一個女常人的個人 沒有... 就是我們凡事盡心盡力 然後認真學習 一直到現在還覺得自己 非常的不足 對 所以才來上這個節目 要來增廣見聞 還會自己做一個階段性的 測驗和整理對吧 也行 看看自己的智商 有沒有退步 對 了解一下自己的狀態 我覺得我的記性越來越差 可能過了半百以後 有些事情 也沒過四十就會衰退了 那我應該欣慰就對了 還不錯啊 好了 我們因為它 我們要看一下今天最好的獎 我為什麼努力 因為它值得 OK 來 請開大門 夢幻大獎分別有哪些呢 智慧家電 廚房裡用的 還有跑步機 那是微電腦設定的 只需要你加兩瓶大的空間 就把你整個人練得好的 要練到一個不要不要的 好 開始囉 你的題目 其實已經因為你來過 而且你聰明到一定的程度 所以要出個題目來難倒你 對 並不容易 他們今天出到凌晨四五點 才回家的 對 為了你上節目 他這樣慌亂得不得了 好不好 來 請輸出他 九個攻略賽機器 慌亂得不得了 五分鐘之內 你要面對的題目 分別有 期貨起源 因為你是理財專家 好難 新聞系假新聞 你做過記者 大眾交通免費國 跟你常常旅遊有關係 對 而且也跟財經有關 其實 再來 Fusion曲風 你喜歡聽Jazz 西班牙必看 聽說你才去西班牙游覽了一下 歷史大考驗 說的是你歷史很爛 超爛的 女生四五湯 你曾經在公開場合說自己 月經不順 對啊 國文成語 聽說你的國文成語 怎麼了 其實不是超不順 是已經快更年期了 好 我們下一題 下一題 國語成語 對 國文成語就是 其實你的國文非常非常厲害 從哪邊開始 從Fusion曲風開始好了 Fusion曲風 準備 請主題 常聽見音樂曲風Fusion 請問這個曲風最早期 是Jazz 跟什麼曲風的互相融合 A Pop曲風 B Rock曲風 C Soul曲風 我的答案是B Rock曲風 好 主題 我還以為是So 怎麼猜 因為我常聽音樂嘛 而且我很多同學是音樂老師 OK 然後他其實滿Free的 有各種不同的唱法 對 你也可以唱得很低 也可以唱得很高 你好棒喔 哪裡 只是唱得不好聽不能現場唱 就不要 對 千萬不要會影響收視率啦 沒有啦 我們節目也不是 會不會影響我們是不知道 因為節目的調性是怎樣 對 對 Rock請介紹 Fusion 好厲害 Fusion呢 它其實是全名叫做Fusion Jazz 它是一種融合的爵士樂 就是有兩種以上的曲風 融合在一曲的一種爵士樂曲 那基本上呢 不管是Rock 或者是這個Jazz 它呢一開始的起源都是源自於Glues 就是一些比較Iron的曲風 那當這兩種融合之後呢 一直到六七零年代 才製成一格 變成了Fusion 好啊 第二 就是放鬆 對 就西班牙B看好了 來啦 西班牙B看 請出題 為什麼鬥牛是鬥牛的時候都用紅色的布 而不用其他顏色的布呢 A 牛討厭紅色 B 紅色代表勇氣 C 紅布讓觀眾亢奮 這題滿簡單的 我的答案是C 紅布讓觀眾亢奮 像也有色盲這樣的一個狀況 有啊 對 所以紅色會讓他激怒他 不是 一方面讓他比較能夠有一些反應 然後另外一方面呢 觀眾看到紅布就會覺得 我花這個票呢 這是值回票價 所以大家都很亢奮 然後牛也亢奮 觀眾也亢奮 然後現場這個氣氛就嗨起來 陳真哥 其實我們看到你也滿亢奮的 認為他答對的舉手 沒有人嗎 沒有 你們怎麼都有這麼沒信心啊 我們認為是牛討厭紅色的舉手 小的時候有這種親對 蛤 你們全部都選這個喔 對 小時候有這種說法耶 對 沒有人站在你這一邊 其實顏色是有意義的 紅色就是讓人興奮 藍色就是讓人平靜理性 所以觀眾朋友你們可以去看 醫院為什麼都是藍色 沒有 那醫院藍色是因為 怕那個血的顏色會 會 人家會看了會害怕 所以才會用藍色的 或綠色的布 也行啦 真的是這個意思 對 我後來才知道 而且今年某個節目的題目 就這個 對 就是我們節目 就是我們節目 因為某個節目 她就怕看到那個顏色 對 其實藍色真的也是會讓人平靜 對啦 色彩學其實是有其意義的 會影響心理狀態 對 你們是不是全部淘汰 我們還是知道 請揭曉 恭喜你們 淘汰 沒辦法 這不是晃給觀眾看的啊 對 不是晃給牛看的 來 說明一下 其實呢 鬥牛使用的紅布鬥的 不是牛 是鬥人 那牛呢 它的確是色盲 所以它根本分不清 任何的顏色 但是呢 你不在它前面抖動 就會激怒這種北非的公牛 這種那個鬥牛的公牛啊 一直都有四五百公斤重 那為什麼要選擇紅色布 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是人看到暖色掉的時候呢 通常比較容易會感到興奮 第二個是鬥牛的時候 難免會有受傷的情況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布上面染上血 基本上看起來不會那麼的血腥可怕 因為紅色再加在紅色上面 就不會那麼明顯了 但是醫院會用綠色跟藍色 除了視覺疲勞之外 也是因為血沾在藍色跟綠色上面 會更加的明顯 才可以看得清楚 下一個是國分成語嗎 是 一萬三兩隻狗囉 是啊 漂亮喔 妳上次來拿了 打幾題啊 上次來 我上次好像也是 打三題還是四題吧 有拿到獎品嗎 我其實還滿常拿獎品跟獎金的 這樣會不會太驕傲 其實驕傲還好 有點欠揍 真的嗎 有點欠揍 來 國文成語請出題 成語成信而來 在原文中的下一句是什麼 A 拜信而歸 B 信敬而返 C 重願而歸 我覺得這題有點難耶 我覺得絕對不是成願而歸 成願而歸的話 是這個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嘛 對不對 那所以不是A 拜信而歸 就是B 信敬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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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的答案是B B 請鎖定 常常是趁信而來 拜信而歸是我們一般人 現在常常在流通的說法 對 信敬而返 合理 照這樣說的話 她的對葬 音韻 信敬而返的可能性極大 對 因為拜的話 就是不開心嘛 我們製作單位 又常常出現幾題 所以我覺得 趁信而來 對 信敬而返 一萬就在巷子口了 Yeah Yeah 我們也有眼鏡了 還會公布呢 是... Calm down... 對 請記錶 這題真的是猜的啦 其實呢 這是記載在釋說心語 跟禁書裡頭 都有這一個故事喔 他說的是王子有訪 雪夜訪待 那這個說的呢 就是王羲之的第五個兒子 王輝之 他在有一天雪夜的時候呢 想要去訪他的好朋友戴安道 結果呢 他就這個乘著小船啊 開了一夜 都已經到戴安道 那這個說的呢 但是後來在這個時候 他居然就叫船夫 把船開回去 他們就說 你都到了 怎麼不進去找他呢 他說我當初來的時候 就已經覺得非常高興 在這一路上呢 我已經享受了美景 已經信敬而返了 所以我又何必一定要看到 戴安道的本人呢 恭喜得到一萬一四個請進 謝謝 第二位 厲害 來喔 我們現在選假新聞 假新聞 新聞系的假新聞 請出題 菲婷繼續猜了 打擊假新聞 好棒的題目喔 對 這三個選項 是一個公司 是個機構的單位名字啊 嗯 我覺得我會選 酸檸檬公司 請鎖定 鎖定 妳猜的嘛對不對 有人知道嗎 打擊賴的假新聞 它有個查證機構 我不曉得喔 可是因為是猜的嘛 然後 那為什麼酸檸檬 應該配公司呢 酸檸檬不合邏輯 然後藍母酒 藍母酒都合邏輯 所以 什麼是酸檸檬公司呢 假的嘛 所以酸檸檬 我就選酸檸檬 酸檸檬 不合邏輯 哪個檸檬不酸呢 問題是 不是 因為妳會成立一家公司 對 因為A跟B都沒有公司 妳快轉不過來囉 妳有沒有發現 有 那一集真的很難 酸檸檬 很難得配音到一集 酸檸 酸檬 可是這是假新聞耶 就酸檸檬才會弄假新聞 然後那個誰啊 已經怎麼樣了 酸檸檬 酸檸檬 對啊 我又要猜對了吧 可是我們常說什麼 酸葡萄心理 酸葡萄心理 我沒講到酸檸檬喔 對 妳冷靜一點 我會這樣猜啦 如果是 酸檸 他轉來比較順 對 那他轉變什麼了妳 酸檸檬公司 請 對 這題太難了 正確答案是 主要原因是因為 太多的假消息 都在LINE上面 傳遞來傳遞過去 所以呢 LINE現在有一個 官方的帳號 建議大家可以去加入 叫做這個 LINE訊息查證 只要你到LINE裡頭 官方帳號加入之後 它裡頭有四大查核機構 包括了台灣事實查證中心 還有MyGoPay 以及真的假的 和蘭姆酒吐司 他們這個四方的機構呢 會幫忙查證說 這個訊息的真味度究竟如何 告訴你最正確的消息喔 來 送個禮物給她 恭喜燕莉姐 得到的是 H&D中島家居 恆溫呼吸獨立統整 還有日式沙發床 這個統整具備了 獨家專利的 機能體感部 內含了五十四顆高低茶 獨立筒彈簧 還有沙發床呢 是簡約直服的調性 搭配著泡棉肌底彈性布料 作者堂正都能夠享受生活 好 好 真的好 家裡正合了 夫妻正合了 驚喜 帥哥的資格賽 第二回合的資格賽 第一個提示 準備 請看五秒 誰 指的是什麼 第二個提示 請看十秒 好 兵字各一撇 講蓬龍竟然按什麼 答案是 那為什麼是少女大逆行 他有一個電影 是不是一個電影 日本電影 對 你看看 我們馬仕兄弟 不知道在那邊 他知道 我知道 我剛剛知道 來不及按 乒乓打對名 好 來 蔣蓬瓏的 九極格攻略賽請就位 蔣蓬瓏同學 文化大學運動教練研究所 因為你已經算是攻擊標柄 對我們國家 拿了好多好多獎牌 我們看看他的題目 請公布他的九極格攻略賽題 你有四分鐘的答題時間 又少了一分鐘 桌球起源 當然跟你的桌球國手的背景有關 乒乓好好色 好色還是好色 好色 這是你的專長強項 健身器材眼鏡 是你現在偶爾會去的 一個運動的地方 早產兒體重 你的女兒就是早產兒 兒童防胖法 好 你有兩隻小孩 不知道哪一個比較胖 我就不知道 市場挑菜精 你會陪媽媽逛市場 我們這個背景蠻像的 不錯 北海道出血 你很喜歡的 日本的北海道跟九州 都是你所喜歡的 我也是 大龍郵票 你有集郵的習慣 你錢金 對 從哪裡開始 從桌球起源 桌球起源 你有四分鐘的答題喔 加油 會少 會盡量快喔 起 出題 我的答案是 我的答案是 A 起 出題 是一開始討論網球戰略 戰術 真的嗎 對 那球打過來怎麼打什麼的 他是用這張桌子來講戰術 因為他比較小嘛 然後他可能演練的時候 他可以打 用一個桌子 然後 而且他有一些規則是一樣 幾乎一樣 對啊 幾乎一樣 對 幾乎一樣 對喔 而且他是剛開始是用軟木塞 軟木塞 就是那種 對 就是軟木塞 這樣削成一個球狀這樣 對 剛開始的時候 以前 最早以前 他沒有球嘛 軟木塞 它是有一點彈性嘛 對 好玩耶 討論網球戰術 對了嗎 記錶 好玩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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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起源是在十九世紀末的英國 當時有兩個英國的貴族青年 他們剛看完了溫網的 這個網球賽的比賽 他們覺得非常熱血沸騰 想要討論在這個溫網裡頭的 精采的橋段 所以當時他們在酒吧裡頭 又沒有辦法直接開始打網球 所以就拿了香檳的這個軟木塞 然後還拿煙盒當作拍子 然後就在桌子上直接來這樣對打 來討論戰術 後來也有一些歐洲人員 他們非常喜歡打網球 但是天氣又不是隨時 都能夠在一個非常好的狀態 能夠在戶外打網球 就覺得這樣的方式很不錯 乾脆就用這樣子 把它發展成一種 室內的網球運動 因此才叫做Taggo Channels 第二題 市場挑菜筋 請出列 如果想吃到比較不苦的苦瓜 他可以怎麼挑選 A 外部骨瘤越大越好 B 體型略彎比較好 C 體型越大越好 比較不苦的苦瓜 我的答案是 A 聽鎖定 那個瘤越大越好嗎 還是越大越苦啊 越大越不苦 越大越不苦啊 認為他答對的舉手 A 對 兩個女兒都不知道 范園圈不知道 妳不買菜的 我都會直接問 就比如說我要比較不苦的 我就說請幫我挑一個 比較不苦的 就是這種專業的事情 我就交給專業 這是一個分工的時代 不懂就不懂 交給專業 真的啊 我就會在裡面 我就說 我要比較不苦的 那個青菜 妳挑一個妳覺得比較新鮮 對 妳覺得現在比較好 我對人是有信任度的 對 男生是知識女人 因為苦瓜的水分 全部在外面的流上面 妳外面的流越小 代表水分越少 所以苦瓜的那個味道 會更重 會更苦 瑪莉歐稍微來我們節目裡面 她幾乎什麼都懂 然後有魚瓣都是做的 好 請揭曉 恭喜 對 這個大家怎麼挑苦瓜 這個苦瓜分白苦瓜 還有山苦瓜 在挑白苦瓜的時候 置物料就是這個表皮 千萬不要有扣胸 或者是有一些受傷的地方 還有果流越大 代表它是越甜越好吃的 那如果是山苦瓜 就不太一樣囉 山苦瓜反而是要選顏色 生一些果流比較密集的 那不管是怎麼樣 它的形狀通常都是 頭尾兩端尖尖 看起來像米的這樣的形狀 是比較好的 那如果你還是覺得 很怕苦味的話 建議買回家以後 先對半切開 把裡面的磨刮掉 然後你可以稍微汆燙 冰鎮 拿出來的時候 拌一點白醋 或者是這個橄欖油 都可以讓它比較不會那麼苦 一萬元已經在巷子口了 乒乓好色 好色 乒乓好色 請出帝 為什麼乒乓球 只有亮黃跟純白兩種顏色 A 發明者喜歡的顏色 B 代表崇敬上帝跟耶穌 C 讓觀眾看清楚 我的答案是C C 看清楚 請說定 在任何的光線下都看得到 對 它可能就是比較容易凸顯 它的顏色 而且就是很多都是為了轉播 因為之前是有改成黃色的一段時間 然後現在又改回白色 好了 為了讓觀眾看清楚 請接下 恭喜 為什麼乒乓球要是白色或是黃色的呢 主要就是因為它當初起源的時候 電視要轉播 但是電視那個時候都是黑白的 所以當你黑白寫上的時候 當然是以白色或是亮黃色 在這樣的狀態上面 看得是最清楚的 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乒乓球的這個桌子 它是不是深綠色 但是旁邊也有白邊呢 也是希望在電視這個播出的時候 也可以讓界線看得更加的明確 恭喜得到 一萬元智慧請給你 謝謝 好 第四題 兒童防胖反 那一對兄妹有誰是胖的嗎 妹妹現在稍微比較胖一點 小五的年紀開始有沒有 進入青春期 她會不會比較曖昧一點 不吃啊 幹麼 不會耶 不會 她思慾也不錯 思慾也不錯 那有跟她小儀大儀嗎 希望她 他們都一直給她灌輸她的思慾 就是長大就會變瘦了 不會是這樣跟妹妹講 跟妹妹講 食慾很好 對 兒童防胖法 請出題 現代小孩越來越胖 哪個國家為了要防止兒童變胖 法令限制販賣的食品上 是看不到卡通人物的 A 伊朗 B 荷蘭 C 德國 法令限制販賣的食品上 看不到卡通人物 太妙了 哪一個 我的答案是 B 荷蘭 請鎖定 I的 哪個國家會重視孩子的體型 直接告訴你食物上不能有卡通人物 因為有變相宣傳的效果 你那麼高興 你大概在爽什麼 爽什麼 他跟我講說 他們吃都吃不飽啦 沒有啦 什麼 誰叫你們在後面這樣耳語 沒有 他是跟我講的 他覺得是 A 什麼 他為什麼這麼好笑 你猜哪裡 我猜應該是荷蘭耶 因為荷蘭其實很多立法都很清淨 來 請揭曉 是不是荷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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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 好運 漂亮 厲害 就是在荷蘭2016年的時候 通過的新法條 他們怕小朋友在越來越胖的狀況之下 所以凡事只要是 高糖 高鹽 高油的食物 上面都不能夠有 他們喜歡的卡通人物 像是冰雪奇緣裡頭的Elsa 還有米飛兔都是荷蘭小朋友最喜歡的 所以上面都不能夠再有了 但是像是有一些攝影機 它的上面不是會有一個老虎的圖案嗎 它就是這個廠商的商標了 這種就不再限制裡面 而且除了荷蘭之外 像是英國他們也會有同樣的擔憂 所以英國他們的方式是 在網路上面不能夠播放垃圾食物的廣告 同時只要你是垃圾食物或素食 都不能夠打折 所以讓你的商品價格比較貴 爸爸媽媽也比較不會想要買 B 五題 請選擇 早產兒 早產兒 對 來 請出題 我的答案是C C 請鎖定 認為B的舉手 兩個 三個 四個 所以弄到2000到2300 其實已經可以離開保溫箱了 因為比較小的英額 也大概就3100多公克 3200多公克 對 那你少了個大概就 我覺得應該是已經可以了 你的不是4000多嗎 我的4050 我的4000多 4000多很大 我媽媽生活的時候 我是4980公克 沒有啦 沒有啦 我爸給我錢 我先自己去買蘇巴 完了 現在有兩塊說法 對啊 或許你是可以 來 請揭曉 可以 可以 整個答案就是有2000到2300克 基本上早產兒呢 它要能夠脫離危險的環境 一定是要能夠自己維持體溫 自己呼吸 同時也可以自己進食 那基本上他們的體溫 體重要來到2000克以上 才能夠維持基礎的體溫 所以通常呢 都要到2200左右 醫院才會比較放心 讓他們自己出院 但是出院的時候呢 也要準備好氧氣機 血氧偵測機 還有拍彈工具 才能夠在家裡 好好照顧著照產兒喔 好 送個禮物給你 好不好 恭喜獎彭龍得到的是 歐蔭敬平擺電旅行箱 這個是把透明箱做擺邊開發 可以充分發揮 藝術文化的創意 而且可以隨你的心情變化 或是運用個人誠意 打造獨一無二的超級旅行箱 恭喜你 好 來 下一回合 是不是 全民互動題來了 準備一下 讓我們的國家級的桌球國手 蔣蓬龍為各位來選題 因為還有三題沒有選到 他選 然後大家來幫他一起快樂 一塊討論 好 但要靠你自己的背書 我們還是要有一個負責丟臉 對不對 也可能是露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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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朋友 跟著我們一起在 全民興空戀的YouTube的頻道裡面 一起互動 挺好玩的 來 用蔣蓬龍的題目 三選一 選一個 北海道初雪 漂亮 北海道初雪 你印象中北海道第一場雪 會是什麼時候下 很早 很早 十一月還是十二月 初雪 他應該不會問到這個吧 不止 印象中很像十一月 準備請出題 北海道人認為 看見什麼代表即將要下出雪了 A 天空出現雪蟲 B 寒母單開花 C 海域出現烘魚 阿滋 雪蟲是什麼 雪蟲 雪蟲是什麼 是雲朵的樣子嗎 這是什麼 真的是一種蟲喔 你知道嗎 北海道人 北海道人 相信看到什麼 表示快要下雪了 你猜是哪一個 我猜啊 A 你猜A啊 嗯 說說你猜的理由吧 雪蟲 天 感覺 感覺 嗯 嗯 選A的舉手 沒有人背書 我們應該不知道什麼叫雪蟲 對啊 有這種東西嗎 沒有聽過雪蟲 那寒牡丹開花了 其實花跟蟲都是很敏感的 可是真的不曉得什麼是雪蟲 對 那你是所以是烘魚囉 對啊 因為魚更敏感吧 動物更敏感啊 可是 海生地震什麼的話 動物都是第一時間吧 可是人沒事哪裡去看烘 沒事去海邊 被害到很多漁夫啊 不是 烘魚在海裡面游啊 對啊 烘魚它是跟海裡的洋流有關係啊 我管它有沒有下雪 對啊 對吧 這邊都選花嘛 越冷越開花 開花的代表就要冷了 差不多 差不多 是這意思吧 嗯 它應該是到達一個什麼樣的溫度 然後花才會開 它會開 應該就是這樣 可能接近要下雪的問題 就像櫻花一樣 不冷了不會開 或者梅花越冷越開發 花好像比較合理一點點 跟季節時令有關 雪蟲 聽了大家的說法之後 妳的要補充說明一下妳的烘魚嗎 噢 沒有耶 我真的沒看過雪 對我真的沒看過雪 她也是瞎猜的 對啊 烘魚在海裡面 我去管有沒有下雪 這我比較好奇 可能我傾向於也是選花啦 比較合理一點 那妳要改嗎 因為這最後是 我們要找一個人出來丟臉吧 不用啊 總是有人對有人錯嘛 唉唷 唉唷 所以不壞 不壞 唉唷 不壞 天空出現雪蟲 可怕的是這個蟲沒有人見過喔 沒有人見過 沒有人見過 好出現雪蟲請鎖定 看誰對 剛好三個答案都有人選 請揭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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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提示 請看五秒 金一誠 我跟梁詠祺 跟宜蘭火車站什麼關係 妳的答案是 吉米 答對名喔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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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今天還把火車頭放下來 對 她們有做一個她的裝置 好的 恭喜范瑞君 請她再久遠哥 恭喜妳 太敢了 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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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瑞君同學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劇場藝術研究所 導演組啊 妳只有三分鐘的答題時間 好 好不好 其實我今天能夠站上來 我已經非常開心 我覺得 因為我上次是豬頭 這兩個 根本沒有搶到你知道嗎 馬國立跟馬力歐有多快 她們兩個這兩個快手 她們今天能夠坐在那邊 跟那個 千里眼順風我陪那個媽祖 在那邊這樣 好 請出示下九個國立賽提醒 來 只有三分鐘的時間 妳要面對的是 兒童去研究 跟妳現在所從事的 兒童教育這個有關係 對 這次的繪本宣傳 油畫起源 聽說妳愛畫油畫 對 這兩年喜歡畫油畫 說的是妳最愛吃的麻辣鍋 對 冰箱清液味 妳的膳魚做家事 就是乾淨的 網購小心詐騙 妳不太愛逛街 但愛網購 乖了喔 成語有把握 就是妳個人的強項部分 對成語很有興趣 來 我們從哪邊開始 那麼既然出繪本 就先從兒童去研究開始好了 兒童去研究 請出題 根據美國研究指出 兒童也會以貌取人 尤其會特別信任下列哪一種人 A 留鬍子的男性 B 漂亮的年輕女性 C 胖胖的男性 答案是B 漂亮的年輕 請說例 兒童耶 兒童 可是因為我是女兒 漂亮的年輕女性 應該是兒童她爸爸吧 大家都很開心 大家都很開心 沒有 因為我是女兒 我不知道男生女生有沒有差別 但是我的女兒的確 對於漂亮的年輕女性 她是真的完全沒有那個警惕心 她就覺得說那就是好人 她們如何斷定判斷美醜這件事 其實只要乾乾淨淨 然後會微笑 就是笑容滿面 她們就會覺得是漂亮的 這是美國的研究 這個是從卡通那邊 我覺得是應該從卡通那邊 影響出來的 來囉 她開始編了 來 各位聽她講來啦 因為所有小孩子都看卡通 那所有有鬍子大概都是壞蛋 然後漂亮女生 像白雪公主 那個灰姑娘 她們都是漂亮亮亮的姐姐 所以她們會比較喜歡這種的 所以她們都是好人 那母后一定是那種 眉毛勾起來不漂亮的 所以她們會覺得 在卡通裡面 只要是漂亮的都是好人 所以她們就會選 漂亮的年輕女性 就是這個樣子 搬牌吧 感覺大家都很統一的 對 自覺的 我有點錯誤 她上次就是這樣子 真的嗎 我突然間單靜起來了 斬睛截鐵的 漂亮的年輕女性 是這樣子嗎 來 接下來 對 自覺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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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美國哈佛大學的一個研究 她們拿了五十六張 從十八歲到二十九歲的女生照片 裡頭分成長相比較吸引人 跟比較好像不那麼吸引人的女生 分給小朋友她們看 結果呢 小朋友的確都會選擇 長相比較漂亮的女孩子 而且呢 這種情況啊 在這個小女生的部分 比小男生又更明顯 這個小女生更容易以貌取人喔 來 第二名請選擇 蒸魚 好了 蒸魚小撇步 請出題 B 水滾時再蓋鍋蓋 是吧 我覺得應該是 來 請選擇 魚肉要緊實多汁耶 所以就 就不要讓它 就要讓它快熱 然後趕快縮起來這樣 認為她答對的舉手 一個 一個 只有一個 先放魚再開火的舉手 沒有 魚表面灑鹽再蒸的舉手 一個 兩個 三個 馬國畢所謂 我覺得 那個 魚 不管用煎的 用煮的 用炸的 其實在表面上都 一層鹽巴 它可以讓 溫度平均受熱 然後它也會讓那個 魚肉比較緊實一點 均勻受熱 可是抹鹽巴只是有味道 沒有 它還要讓它溫度是受 會讓食材排水是真的 對啊 它就把它水分 因為你說涼拌菜 挑完外面是灑點鹽 讓它水先出水 對 可是水滾時再放魚 因為 那個師傅他們都講說 大火蒸幾分鐘 就水滾之後 放魚才開始算時間 沒有說 水開始再煮 就開始算時間 要是家裡瓦斯 比較不夠力要等很久 拿起來都還沒熟 所以就是B 翻牌吧 B啦 水滾 放魚 算時間 蒸七分鐘 時間到拿出來 對啊 請 水滾時再蓋鍋蓋 狗仔 好 在蒸魚的時候 你可以先開始熱鍋 然後你把魚裡頭的內臟 清一清水滾的時候 把魚放進去 這個時候 魚一定要掌握黃金八分鐘 放進去之後 馬上蓋上鍋蓋 然後這當中都不要再把鍋蓋打開 不然就沒有辦法蒸到一個最好的狀態 八分鐘之後呢 你稍微關火 再用它的餘溫 讓魚在裡頭 再燜個兩分鐘 這個時候拿出來 然後加一點油 然後爆香這個薑絲 蔥 或辣椒絲 再把這個魚蒸好的 魚的這個湯汁 跟一點鹽巴 倒進去也稍微炒一下 最後再淋回魚的上面 這樣的狀態 會是最好吃 一萬塊錢 再向著口了 第三 冰箱好了 冰箱清意味 請出題 冰箱冷凍庫有異味的時候 放入哪一種東西 其實無法幫助除臭 A 咖啡渣 B 木炭 C 白吐司 我的 C C 白吐司 請鎖定 無法除臭 白吐司不能除臭 咖啡渣我試過 木炭我沒有試過 可是木炭好像這個功能真的滿好的 我前陣子才差點想去買木炭 放在枕頭旁邊 他們就說好像可以 就是乾燥 就是 就是對睡眠很好 來喔 白吐司不能幫助除臭嗎 請介紹 冷凍庫 冷凍庫 其實滿多東西都有幫助冰箱除臭的效果 但是白吐司沒有 那要什麼樣的吐司才有用呢 就是要烤焦的吐司 在烤焦吐司的狀態之下呢 它才有類似活性炭的功能 就可以幫忙除臭 那比如說啊 你在裡頭放一些小蘇打水啊 或者是這個檸檬皮啊 橘子皮啊 也都是有效果的 當然有些人會說喔 那用木炭呢 它也是有辦法 那木炭呢要先把它弄成小碎塊 然後用在這個布包起來呢 放一小顆在裡頭也有效 而也要告訴大家的是 咖啡渣跟茶葉 雖然是能夠有效果 但是記得放進去冰箱之前 一定要先烘乾 你可以用你的烤箱喔 稍微把它烘得比較乾一些 不然它放進去裡頭 裡頭如果有濕氣的話 反而會發霉 長霉 那這樣效果更不好喔 第四題 網購小心詐騙 請出題 根據新市值公布 二零一九年一到八月 詐騙高風險網購平台名單 哪一種類型的網購平台 遇到詐騙的風險最高 A 3C 家電類 B 服飾類 C 美妝類 對 詐騙 我的 哪個平台詐騙最高 我的答案是C 美妝 請出題 其實很危險 因為我身邊很多人 常常聽到很多的例子 就是說美妝其實很容易 買到假貨 可是我覺得美妝利潤 好像沒有那個 加電類3C的來得高 認為是3C加電類的舉手 一個兩個 請說明 因為美妝其實價格便宜 對 就算能買到假貨無所謂 當作就是貢獻給國家好 那3C加電呢 動輒幾千幾萬 你買到假的你就是不爽 告到底 美妝類的舉手 美妝還是 你有兩位信徒 很感人 因為我處理過的詐騙案件 美妝真的很多 近期多更多 尤其是那種一夜式的詐騙 那種開架式的美妝 真的耶 就是假的 他真的利潤 因為他利潤很高 他隨便給你一個 高嗎 非常高 他的美妝的那幾塊錢 他可能會寄給你根本是 就是一些很低的 化學材料的東西 根本不是他廣告的 那個樣子的美妝 OK 是不是這樣子呢 展霓先生 是這樣子 展霓先生 展霓先生 因為他的東西比較龐大 而且金額比較高 所以如果說他的風險 如果高的話 那就沒有那麼多人 去做詐騙的動作 也就是因為美妝類 他的東西金額沒有很高 也就是如同老師所說的 被騙了 也就來不及一兩千塊 就算了 使得這些人就有利可圖 女孩子就比較多 愛漂亮 冰箱裡買一個 如果買一個電系類 可能用好久了 美妝是一直持續要用的 所以答案就是C 美妝類翻牌 哇塞 我本來很猶豫 請接受 對 果然 慘痛的畢業是有用的 第五題請選舉 麻辣新品 麻辣新品 我們來出這題請 B 東東人愛吃麻辣火鍋 這是眾所皆知 最近四川成都 就品牌推出了哪一種 麻辣鍋獵奇生品 A 冰棒 B 瘦身霜 C 牙膏 成都 答案是A吧 冰棒 請鎖地 這是猜的喔 我這是猜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成都很熱 它是幾大火爐之一 三大 對 所以我想說 那也許冰棒需求高吧 因為瘦身霜 很早就有辣椒的東西 因為就是為了要瘦身嘛 牙膏 牙膏我也在想說 是不是有人愛 然後就是每天早上 一早就要開始有這個味道 也許 但是因為我剛剛第一個反應 就是成都熱 所以我想說可能冰棒 冰棒跟牙膏 來 哪一個隊 請介紹 正確答案就是牙膏 這個成都的火鍋品牌呢 他們真的超級無敵 有創意的 跟另外一個牙膏品牌合作 推出了三種口味的麻辣牙膏 有中度辣 還有川魚微微辣 以及變態辣 但這個微微辣 基本上就已經辣到一般人 沒有辦法接受了 那這個早上一起床的時候 這個牙膏一入口 裡頭加了很多的辣椒栗子 剛剛洗進去的時候 覺得甜甜的 可是越刷越辣 辣到你整個人提神醒腦 這種牙膏貴不貴呢 三條大概是台幣四百五十塊 如果非常愛吃辣的朋友 可以嘗試看一看 再至少可以拿一個 不錯的禮物給他 我們送什麼禮物給他做紀念的 來 恭喜三瑞君得到的是 慕顏流SPA券 這個可以深層放鬆的溫暖手觸 幫你卸除都會繁忙的生活壓力 可以讓肌膚細緻滑順 收放你的身心靈 也希望你喜歡 謝謝 接下來讓我在這邊 趁重宣佈 終極強大 全民互動題來了 你準備好了嗎 今天讓陳志祥 從題目的二選一當中 找出今天互動的題目來 他選了以後 我們一起來討論 這是可以討論的 可以說出你的看法 OK 來囉 阿強請選擇 葉黃素多多 葉黃素多多 請出聽 現代科技進步 人們常用眼過度使用手機 下列哪一種食物 對於保護眼睛最有效 A 雞蛋 B 菠菜 C 花椰菜 你早知道選這個就好 不用計時了 可以討論是不是 我不用先講答案 不用計時了 可以講答案 講答案 我記得是B 菠菜 說你的看法 因為 我也不是看法 因為我去查過 因為我就是拍了班人檔 要長時間用眼 然後過度了 我就會除了葉黃素之外 我會去查說是什麼 食物或青菜是最有幫助的 生綠菜 醫生怎麼說呢 還有多久 你的眼睛還出現 還有多久會好 我沒有去看醫生 我只是做保健 對 保養身體而已 所以是菠菜 對 因為我記得菠菜 不是大綠水手嗎 怎麼會是 不是 不知道顧眼睛 其實它是顧眼睛 菠菜 那我們記得你這麼肯定 我們這邊有醫生呢 我選別的 不好意思有別的答案 認為他菠菜答對的舉手 沒有啊 我記錯了嗎 是雞蛋的舉手 一個 是花椰菜的舉手 你為什麼不舉啊 因為我在想是菠菜 我也是跟他一樣啊 菠菜 你是菠菜啊 跟你一樣是不是好吃 不過你這三位都是花椰菜 裡面還有醫生 我菠菜 你算醫生嗎 你不算嗎 你算醫生啊 整型外科 整型外科啊 不是醫生的先講 來 你猜的 我 我是覺得 我以綠色為主啦 但是我覺得花椰菜的營養價值 可能會比較高一點 菠菜比花椰菜綠多咧 但是他開花了 十字花科的營養價值是不同的 菠菜含鐵比葉酸多一些 這十字花科它更厲害的 陳醫師 怎麼知道 陳醫師 猜的 老實說也是猜的 你也猜的啊 對 那林甄姐呢 我是用推測的 你也是推測的 我以為你早就知道 因為其實葉黃素是很難 從食物中攝取到足量 所以我就想說菠菜很容易吃一大把 可是花椰菜吃三顆 真的會受不了 所以我就想說 理論上應該是 最難攝取到很大量的一項 也有可能 你先選擇是 雞蛋 為什麼 你為什麼要選個雞蛋 因為其實我有聽過 就是有一些證實 就是說 一顆蛋裡面 對眼睛最有保護作用 就是它的蛋黃 所以很多眼科醫生就是建議 每天一定要完整的一顆蛋 一定要吃 而且一定要吃到蛋黃 軟鈴脂 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軟鈴脂的問題 但它就是會顧你的眼睛 軟鈴脂不錯 我剛剛應該先討論再來 對媽媽不錯 你現在沒有鎖定 還沒鎖定 太好了 選花椰菜得多 這是幫觀眾朋友 三個兩個一個 三個兩個一個 我完全沒有想法 我只覺得很像 花椰菜滿厲害的 花椰菜滿厲害的 花椰菜 它的花青素 它花青素特別高 所以一定要我決定嗎 對 總要找一個人出來丟臉 不 找一個人出來負責 負責吧 你剛剛說花椰菜 那我聽他的 等一下 你到底啦 你不是說你自己說 因為眼睛你翻書翻的 我記得有印象啊 你知道 你立場不夠堅定 很容易講個兩三句 我跟你說聽我的 要聽我的啦 聽你的啊 我覺得我是對的 聽他的 雞蛋 雞蛋喔 好緊張喔 雞蛋喔 因為只有你一個選雞蛋 來 雞蛋 請鎖定 最少的人選的 壞在三票 撥在兩票 雞蛋一票 然後你最後鎖定雞蛋 雞蛋 請揭曉 真的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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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 還好有你 我吵了 心裡的那顆 我記得要認識菠菜 我記得要認識菠菜 心裡那顆雞蛋 終於放下來了 還好是你答的 嚇死我了 為什麼是雞蛋 來告訴我們 好 大家都知道 葉黃素對眼睛非常的好 可以防止黃斑不病變 那其實在蔬菜裡頭 當然也有葉黃素 但是蔬菜裡頭的葉黃素 對於人體來說 是相對難吸收的 不過呢 反觀在雞蛋裡頭 除了有葉黃素 玉米黃素 還有心 而且吸收力 也比蔬菜高 所以如果要吸收葉黃素的話 不妨吃雞蛋 是不是 厲害 我有貢獻了 好棒喔 厲害 還好你今天穿得像雞蛋 對 穿得哪裡像像雞蛋 不是黃的嗎 那綠的 我要多吃葉黃素 非常好 這是我們今天的健康的 全民互動題 有沒有多攝取一點知識呢 下次再見 謝謝 謝謝 我們享受我自己 李宜貞 我這次真的沒辦法 對手太強了 對 今天大家都太厲害了 妳有高足的耶 今天出來三個人都帶獎品 看到沒有 是啊 看到沒有 厲害 來 一下 三下 你三下 來 怎麼 這麼遠 再來 還不夠 再來 還不夠 不行 這打得沒有誠意 我再敢刷好刷滿這樣 我怎麼可以幫 分擔馬國畢的一下 因為我孤手臂不會啊 而且我投給他 所以我覺得他那一下 我哪會啊 不行 不會啦 大家今天都好想被打喔 被打一下就 是啊 你有高足 今天你上去就已經讓你 對啊 今天其實有 你當打這個是來加持的啦 好 來 好 來 放 可以喔 很好 三下自己要怎麼拉喔 來 拉 你叫我放 我叫我放喔 再來 好 放 不敢放 給他講可能都要 你說我放你就放 好 來 拉 再來 好 放 好多 還有兩下 放 OK 好 兩下 不是兩下而已嗎 單下是兩下 還有本下 還有兩票 這個可以嗎 好 掌聲鼓勵 來 這個書要送給我的 對 我最喜歡表演 謝謝 修身齊佳治國平天下 是世界和平的SOP啊 不要忘記跟著我們的 全民心攻略 天天學習新知 充實你的智慧 讓我們的聰明的持家 好不好 不要打算到最後 晚上九點 東神頻道 能送我們的 全民心攻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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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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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兩個意志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心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 好 好